外交部与国家电力频道合制纪录片 记录台湾环保回收公司 结合国际团队 打造的绿色建筑环保工厂 希望借此分享 台湾在环保创意产业上带来的启发 战地一万坪 坐落于桃园的绿色厂房 外观建筑设计 用的是回收再生的环保建材打造而成 上百台电子废弃物 手机 主机板破旧电脑 第一化身白银黄金 正贵金属 国内科技公司打造的绿色厂区 成功达成99%的电子废弃物 再生循环利用 成为绿色经济新典范 到现在1996年 前夜加入 我始终一直想说要做好 做资源回收 当然回过头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循环经济 我们的回收里面 如果能把它的经济创造出来 而且产生一个循环经济 其实某个程度它已经先做节能了 台湾企业一步一脚印的坚持 故事越上国际舞台 成为外媒纪录片中的主角 据统计台湾一年回收180万只手机 及142.5吨电脑主机板 提炼价值3.01亿元的稀有贵金属 但随着ICT产业变迁 贵金属提炼变得越来越困难 传统资源回收事业势必要加速转型 我们下一个阶段在这个场 其实已经在慢慢整合大数据云端 一定要自动化 系统化 标准化 因为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经验 复制到全世界各地 外媒花费4年拍摄纪录片 外交部次长石亚平 环保署署长魏国燕已一致辞 希望借纪录片传递台湾企业 善进地球永续责任的坚持 也为台湾在国际争光 大吉市程辉莫省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